賴虎小組的AT-3高級教練機 造成藝人殉職的墜機意外 而空軍官校所使用的T-34C初級教練機 也因為沒有彈射座椅 飛行員逃生困難 被立委批評是蓄意殺人 橘色塗裝的飛機藍天翱翔 這是空軍官校T-34C教練機 在電影響飛裡也看得到他的身影 不過T-34C沒有彈射座椅逃生困難 立委批評空軍草菅人命 如果今天是機械故障 我想大家都可以討論 那如果說連一個基本的逃生的彈射也都沒有 那你還讓它繼續飛 那這個是蓄意殺人 在滿的時候 所以找不到有彈射座椅的這個初級教練機 並不是說我們有刻意不去採揍它 原廠它當初整個機體設計的結構 就並沒有考慮到有彈射座椅 而且它在桌上正下方有個油箱 然後再加上它的結構可能沒有辦法承受 彈射座椅這個火箭啟發以後產生的反對力 T-34C是空軍官校使用的初級教練機 服役已經將近30年 不過從1987年以來發生九起事件 十死五傷 加上鄰近國家也都紛紛換裝有彈射座椅的教練機 我軍卻還適用老東西 韓國行為什麼不行 最後中國的結構軍也都有 2001年以後 這個初級的教練機也用螺旋槳這種初級教練機才有這個彈射座椅 空軍目前也一直在籌劃 準備要用缺裝補充的方式 用這個採購這個美軍的T-6這款飛機規劃行程 據我所知106 107年 空軍強調T-34C飛行員訓職大多是人為因素造成 而T-34C的飛行時數可高達16000個小時 目前已飛行8800小時 預計可以使用到民國122年 在新機服役前 都將會以拆平周轉的方式 讓T-34C繼續服役 有電TV由姚瑩之剛 台北報導